今年TGA颁奖典礼上 有一款机甲游戏的预告片让我挺意外的 叫解现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22年初还关注过一阵子 只是那会儿这项目还叫Code Break 当时申请了一下共研幅测试资格 卫国 看宣传片有点装甲核心和GOE那味儿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啥新消息 直到这次TGA 说实话预告的卖相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而且看起来不光有PVP还有PVA1内容 在游戏重视定名后 我也终于有幸拿到了测试资格 先简单讲讲这游戏的背景 2082年 日年物质抛射引发了沉球范围的大灾变 地质灾害重创了生态系统与人类文明 但也让一种名为地球无机铸体 简称ES1的硅碳金石突破地壳 在各地出现并不断扩散 进一步破坏环境 但本身这玩意儿也是非常高效的新能源 有点泰伯利亚矿的意思 各国为了争夺这一资源摩擦不断 我们所驾驶的机兵 自然也是依靠EIC提炼而成的方金驱动的 灾难之后 能适应各种地形的机兵 成为了取代传统车辆的主流载具 看到游戏的标题解线机 你可能会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字面上的解除限制型机兵 它们的性能远超普通机型 围绕EIC新时少不了冲突 而战场上的主角 自然就是玩家们所驾驶的机兵 这次测试开放了6v6战场模式 和3v3的竞技场 预告中出现的与巨型机甲作战的PVE内容 暂时还玩不到 在游玩了十来个小时后 不得不说本作的战斗体验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次可以使用的9种机兵分为 攻击型 防御型 狙击型 格斗型 以及支援型 哪怕同一类型的机兵 玩法也有着不小的差异 大家上来能驾驶的第一种机兵叫龙渊 人可用能量机炮射击 进了可以将机炮切换至能量战机 按下2号键还能来一发电磁炮 按鼠标右键可以举起一个复合护盾 机兵会自动锁定哈的瞄准圈内的敌人 被敌方锁定时 可以按下Shift的启动推进喷口快速移动 令对方火控系统脱锁 也有相应的技能和环境灾害会干扰火控系统 使自动锁定暂时失效 截线机中所有机体都自带一个可慢慢恢复的流体护盾 多数远程兵器得把盾打掉之后 才能对敌方本体造成伤害 而切换为近战武器之后 则可以无视流体护盾直接造成伤害 显然 至少对于龙渊这个机体来说 近战是更加高效的攻击手段 在远处使用机炮射击 足够近了之后再切换至近战武器 对着被锁定的敌人按下攻击键 只要还有剩余的能量 推进器会自行启动 瞬间贴裂 炙热的能量级就会砍过敌方机体的外壳 本座近战系统还有一定的深度 装备盾牌的机兵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进行盾反 令敌方短暂的进入失衡状态 假如双方的近战攻击同时命中 还能触发拼刀 一起打铁 会同时进入短暂的硬直状态并后退 与敌方可近战的机体 一为一捉对死杀时 也颇具观赏性 使用喷口在城区的建筑之间 辗转腾挪 电光火石间 斩爆对方的同型号机体 也挺有成就感的 之所以用龙渊作为每个玩家接触的 第一个机体 大概除了它较为均衡的性能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估计是其格外顽强 堪比小强的生存能力 别的机体就一管子血 而龙渊可以有至多四管血 虽然没管血都不是那么的厚 第一管血没了之后会自动战术爆甲 影响范围内的敌人 会进入短暂的失衡 以及火控失效状态 第二形态下会丢弃盾牌 只有击炮和一把短剑 但是更加灵活快速 不过该形态下被击毁 这条命就没了 即使呼叫补给无人机的话 能让你原地满血满装 这管血打完爆甲 再被打爆就是真的死了 补给无人机只能叫一次 你可能会想 这家伙这么猛 会不会大家都选这部机体呢 由于一队不能同时存在 两个相同的机体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龙渊近战远程角色都能胜任 外观帅 打起来也挺酷炫 因此这大概是我使用频率 第二高的机体 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第一的机体是哪个呢 我的选择是三角龙 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 以往我都是主完美系 双足坦克流的机甲游戏 三角龙挺符合我的喜好 装备四挺加特林机炮 还有一枚榴弹炮 有着明显不同于 其他机兵的厚重粗线条设计 一看就很耐达 虽然第一次使用时 让我有点失望 加特林的弹雨 和一旁不断落下的弹壳 看着颇为壮观 但对于敌方流体护盾的效果不佳 突出一个刮 榴弹炮的效果不错 甚至可以把破盾的目标打到失衡 但有长达8秒的装填时间 作为特色的堡垒模式下 会增加一层额外的能量护盾 还有主动防御系统 可以拦截导弹 并使用维修无人机回血 这一状态下不能移动 会成为敌方狙击手的靶子 习惯了龙渊 第一次驾驶三角龙 这样的纯远程输出 机兵体验并不算好 主要打不动别人 被近战针对的话 死得也挺快 后来逐渐摸到了门路 用来守点时 你的压制弹幕 可以有效地干扰敌方站点 混战中看到敌方残血 在用加特林慢慢刮血的同时 捕一发榴弹过去 经常能收到人头 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 用于防空也有着不错的效果 甚至可以追着 长时间制空的机型打 碰到有近战型机兵 就赶紧后撤 别看三角龙挺笨重 按shift闪避起来 跑得也不慢 凭着血后的优势 浮以榴弹炮命中 带来的短暂硬直 如果能一直和对方保持距离 就能放风筝把对方磨死 而且在推车图里 三角龙也相当有用 这个地图的机制是车会自动前进 假如你站在友方的车上 速度会更快 而在敌方的车上 则能使其往回走 有的对局里 你免不了会碰到队友 不是在梦游 就是在挂机 敌人围观你一个人推车的情况 有一局推车图里 我每次都被围剿 但最后凭着血后 硬是把车推到了目标点 而且在拿到多个全场最佳后 我才想起这玩意儿 在堡垒模式下 还能放无人机奶自己 要不我还能有更长的生存时间 总之这是个 上手起来挺快的机器 由于测试的游玩时间比较有限 对于游戏中的其他机型 只能潜玩一下 或者仅在练习模式中过过瘾 我尝试的第三种机型 是叫做冥神的狙击型机兵 它有着游戏最高的单发伤害 开进越久 伤害越高 相应的也非常容易死 定位就是玻璃大炮 尝试用它去占领任务目标 风险很大 不过冥神可以释放隐身右耳 快速脱离战斗 甚至可以放一个 能让队友一起领身的护盾 想存活并拿到人头就得猥琐 当有军与敌方交战的时候 提供火力支援 因为打人很疼 所以经常会被寻仇针对 因此永远别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被发现了立马跑路 相信在别的游戏里 玩过举的应该知道该干什么 总之这是个高风险 高回报的疾病 玩起来挺刺激的 接下来介绍的是 在预告中大出风头的毛损 拥有机甲和战机两种形态 战斗机形态下 你将拥有其他机体难以企及的速度 在该形态下 可以发射专属的导弹袭击目标 它的其他攻击手段伤害很低 包垒形态下的三角龙 还能将它发射的导弹拦截 但是飞来飞去的毛损很难被锁定 也确实很讨厌 它还具备一个扫描能力 可用于反应 毛损的一个主要功能 就是专门在空中寻找 并针对冥玄这样的狙击手 定位应该就是骚扰和反狙击 下一个机体是赤箫 解线机在改名之前 官网首页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兵 相比实力不俗 事实也确实如此 手持重心战斧 一边一个突击榴弹炮 长按战斧攻击剑 还能使出一击旋风斧 伤害非常可观 赤箫还可以产生一个静置护盾 可以隔绝伤害 也能像个笼子一样困住敌人 还可以用于在占领目标时保护自己 有一局对战中 我一个人靠这招的保护拆了六个目标 虽然最后六笔七输了 赤箫按下二键还能干扰附近的敌人 重乐的效果类似于闪光弹 屏幕全白 还会让火控系统暂时失效 照射炮则是引导型持续攻击 远近火力都有 可以说是相当强力 在我玩的所有对局中 赤箫是登上全场最佳频率最高的机体之一 他的斧子是真的牛逼 你们信我 前面使用的多维战斗机体 想换换口味 于是还试用了一下辅助定位的卢米纳尔 可以释放无人机进行维修 用维修烟幕散布器进行范围医疗 还有个支援推进机翼 也是类似光环的效果 可以提高范围内机体的机动性和能量回复 卢米纳尔可以转换为侵蚀形态 前面的支援技能都可以转为对敌人造成伤害和debuff 相当于是切了暗幕 看技能就知道卢米纳尔必须绕着队友跑 自身不高的攻击力和血量也注定了落单必死 也许是我还没弄明白该怎么玩好这个角色的缘故 目前版本个人感觉治疗量也不是很足的样子 还不如多来点伤害输出的角色 因此并不是每一局都能看到卢米纳尔的身影 接下来的是又一种狙击型机兵 阿奎纳 虽然伤害不及名神 但是能长期扶空在高处狙击 还可以开启立场护盾 战场生存能力更强 并且有爪形无人机技能可以暂时瘫痪敌人 防止其逃跑 与队友配合的话可以打出一些很精彩的击杀 地狱火是这次测试中唯一需要通行证等级解锁的机兵 除了手中装备的能量机炮 主要攻击手段是可以同时攻击12个目标的分数炮 你还可以将分数炮的能量集中到一点 从AOE改为单体攻击 由于使用以上两种技能时 移动速度会变缓 释放效果招摇的跟放嘲讽一样 免不了成为敌方火力的重点照顾对象 因此它的最后一项技能是增幅组件 提升能量和护盾的恢复速度 还能增伤 用来欺负名神这样的狙击手挺好时的 最后的是黑豹 格斗型机兵 看上去像一个中世纪骑士 这也是测试中唯一一个全部攻击手段 都是近战的机兵 骑士枪可以突刺 右手的盾牌可以举起用于防御 也可以转化为盾刃 无视对方的护盾 直接造成伤害 剩余的两项技能都是强化护盾的 让黑豹成为了目前最硬的机体之一 适合围绕目标点进行争夺 或者为队友争取时间 解线机中的机兵还存在不同的伤害与防御等级 比如龙渊的能量防御是B 爆破防御是SS 能量伤害的地狱火去资龙渊 会比三角龙的榴弹炮更有效 不同机兵之间的相克 比我预期的更有深度一点 而且通过完成挑战任务 以及通行证升级获取的箱子里 你能开出来一些改件 不过这些零件在增加某些性能的同时 也会相应的降低某些属性 越高级的零件会提供更多的增益 负面效果也会更加明显 不是开出来S级零件就可以无脑上 说不定作战中的表现 还不如什么改件都不用的白板机 这块后续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此次测试中 我的多数时间都花在了6v6的战场模式里 比起纯靠哪边击坠数多分胜负 而且解锁较晚的3v3竞技场 战场模式的每张图 都需要通过完成特定的目标获得胜利 而不是单纯的看人头数 人更多打起来也更有意思 从站点 夺旗护送 推车 到拆除随机点位目标全都有 少量地图环境可破坏 激光的烧镯还会点燃草地 细节做的还行 有的地图还加了点会影响战局的环境要素 比如密斯之眼这张图中 会发生EIC脉冲爆 能见度降低 双方的火控系统都会失灵 只能依靠手动瞄准 算是把玩法和背景故事结合了一下 据说后续还会有48人大战场 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大场面 总之 解线机作为一款很难得的国产机甲题材游戏 虽然我觉得部分机兵的平衡性还有待调整 机兵的外观也少了点做就效果 但游玩体验确实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 玩法还挺多样 动作也足够流畅 期待下次测试中能体验一下PVE模式 我是风猫 下期视频再见